各位錶民你們好 又到星期二 即是又到Wide Watch My Builder 今天介紹這個牌子 其實之前也介紹過兩次 這次是最後一次 以及所有這牌子的手錶 都會做優惠價 大家也應該記得 就是J-Springs 是SEIKO的副線 所以J-Springs是日本 Send for Japan 我記得之前介紹過 譬如說橙色表面的版本 都賣光了 非常之好賣 今天就介紹這幾隻 42mm 錶徑 Luck to luck 也在說49mm 你看到 它有很多圓形錶面 中間亦有些直線 在中間的圈那裏 其實這隻錶 它有一個功能 之前也說過 首先三時位置 就有日力槍 以及四時位置 是有一個標關的 可以調整到裏面的旋轉內圈 這個內圈是否計時用呢 就不是計時用的 其實你看到它 不是說31 然後有一個Date D-A-T-E 對呀 所以這隻錶其實也是Date 而且如果你調整到裏面的旋轉內圈 譬如說今天是28日 你看到上面 28日 我對著Tuesday 對著T 即是說 現在其他 整個月裏面的日子 是星期幾都看得很清楚 譬如說明天 29日 是Wednesday 星期三 接著就是31日 星期五 如此類推 所以如果你調整好後 所有東西都很清晰 日曆 星期都可以看到 當然 我之前也說過 如果它四時位置的標關 是可以上鎖的話 確保它不會 不小心動 錯了位置 那就更好 但是當然你知道價錢 你也知道 其實都是很划算的 退出兩格 就可以調教時間 沒有停秒功能 之前也說過 它用的機芯 是上一代機芯 就沒有停秒功能 以及沒有手上鏈功能 其他東西 其實都很有用 因為譬如說它有100米防水的 這手錶 100米防水 夜光 亦都有 還有這隻 是黑面 以及 錶圈黑色 總之全部都是黑色 黑殼黑底 你也看到 它的四時標關 有橙色的圖案 標誌 即是你可以領它 搞這個星期 看看扣 有安全扣 有Double pushes 如果跟之前的標關差不多 就會做透底 就看到它的機芯 看看機芯 它打磨一般 之前也有說 它底部的玻璃 就有些藍色 也算是有多少少心思 不是完全透明 你看到 變成機芯 也有少少透過這塊鏡 看到有些藍色 也不錯 100米防水 但它都有做透底 戴上我七吋的手腕 你也看到這隻錶 全黑 真的很配合我的手套 除了這個全黑黑殼黑帶的版本 其實就有不受降式 左邊這隻就是了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這隻 如果大家不喜歡黑色殼 不喜歡黑色面也有白色面可以選擇 白色一看起來 整個感覺又 又好像很不同 這就是白色 不知道大家喜歡甚麼 不過斯文錶 很多時都用淺色面 白色面 這樣 隨大家的意思 其實 上次介紹的 J Sprint 手錶 其實也有些 還在 一次 全部都做 買錶2的優惠 譬如說上次 有這一隻 這隻的感覺又很不同 因為白色面 然後有12369的阿拉伯數字 那 時分針的設計也很不同 亦沒有旋轉內圈 總之 不管是上次介紹 還是今次介紹 不守降學 還是不守降 再加黑化學 你看到 其實 它之前的定價都是2000多元 2600多元 而現在 買錶2的優惠 全部都是1680元 畢竟都是日本的手錶 以及 是自動的 還有一些 complication 我覺得這個價錢 都是非常之可取的 總之 還有幾款 不同的手錶 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到大角咀的七寶錶行 可以享有買錶2的優惠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JSprings 支持地區小店和我拍片 未訂閱 麻煩大家真的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真的很大的推動力 驅使我更加努力 出去找多些特別 性格比高的手錶 或者特別的議題 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也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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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